大家好,这一转眼都1859了啊,西班牙时间18点59分了 神清气爽啊,神清气爽 给大家聊聊啊,高人啊,民间有高人啊 看文韵,看那个日本强拆了 我们跟你讲吧,中国什么都发明不了 包括强拆 最早的你看那个中国那个保险做的多红火呀 其实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这套套路 因为我在这个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 说多吹啊,就是2000年左右吧 有幸干了一会儿这种业务员 就那个时候保险都没有太太这个大放光彩的时候啊 我就知道这个套路都是这么过来的 就是从美国传到的日本 从日本传到台湾 从台湾呢,一般是传到这个北京上海啊 还没有天津,就是北京上海 然后我们在天津呢,是受北京的这个导师过来传啊 他说的对 这个不仅仅限于这个insurance,这个保险啊 就我们这个food,食品 就这两个,这英文还敢说,还敢开牙啊 就我们这食品,也是这个路径 他就像那个大雁,大雁在天上不是排着队吗 有个头雁,是吧 然后一层一层的,有那个队形 有时候是人字形啊 这个雁镇的头雁就是美国 哎,我们这做食品的也是 然后美国的某些产品 再到了日本 日本再给了台湾 台商最后因为语言呀 文字呀 风俗习惯呀 包括心里想的呀 潜规则呀 哎,他能适应 所以台湾人来大陆 当然,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也有很多人就去美国留学了 尤其是美国哈 日本还好点 你比如说去了美国之后 你包括那个英若诚的儿子英达 回中国,马上拍情景喜剧 中国大陆第一部 我爱我家 我特别喜欢的我爱我家呀 啊,那里边那个凉天啊 宋丹丹呀 是吧 杨立新呀 是吧 你包括这个谁啊 什么那个叫 我像那个女的叫马灵 啊,马灵那女演员 我还见过她 是吧 在西单 她有一个马灵服装吧 她妈帮她打理 啊,好多人 那个葛优他们好像啊 都都都客串了吧 包括什么张国立 是吧 一大堆的人 特别成功 这就是他到美国学的戏剧吧 然后,哎 就移植到中国大陆了 可能你把日本和台湾给卖过去了 啊,就直接跟美国对接 但是一般来说 很多产业都是美国 日本 台湾 大陆 都是这样啊 你包括张朝阳他们 是吧 你包括这个华谊兄弟的王中军他们 这不都是跟美国学了两手吗 学点美国的东西 马上就移植到中国大陆来 包括这些著名的网站 微博 微信 阿里巴巴 不都是跟人家的雅虎 跟人家的亚马逊 跟人家的那些东西学的吗 对不对 但是学完之后 在中国大陆 哎 你还得 做一些本土化的改良 尤其要符合伟大的共产党 他的要求 是吧 这就叫中国特色 就是所有这些个套路 基本上都是这个路线啊 基本都是这个路线 你包括那个 呃 这个推销的这种口 口 说 说 说此叫什么话术啊 什么二选一法呀 怎么做资啊 怎么第一个笔啊 是吧 还有那一号 有时候你那个年代 就两千年左右 是吧 他有时候跟那个销售特别 特别火 还有好多传销 一上台演讲那套路 那个套路 你往前倒二十年 就是跟美国一样 三十年 就是 都是这么个路线 中国什么都发明不了 所以 所以呢 好多东西呢 好的说是外国的 坏的说是中国的 也确实冤枉 确实冤枉 但是关键是 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应该有个分辨选择能力 这个是我们应该指责的 也就是指责政府 不是政府坏 而是政府 无脑 傻 他说政府 无脑 傻 无能呗 没本事呗 蠢呗 是吧 大概这意思啊 刚才我说了 举了几个例子 其实 中国的改革开放 我之前做节目多次说过啊 中国的改革开放 可不是像 金巴布韦 赞比亚 俄里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卢旺达 乌干达 是吧 这个什么布隆迪 扎伊尔 刚果 不是像这些国家开放吧 对吧 也不是像什么阿富汗 是吧 什么土库曼斯坦 什么阿塞拜疆 是吧 当然如果像他们开放 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中国所谓开放 就是廉价劳动力 劳动密集型 是吧 就是把西方的 人家不要的 高污染的 已经落后的产业 转移到中国来 同时引进一些先进的 实际上先进的 也不是最先进的 最先进的人家不可能给你 换了你 你中国会给人家吗 换位思考 不也不会吗 你包括我干的那个 fast food 就是restaurant 快餐厅 就brownies fried chicken 是吧 this treat mark from Canada 是吧 我们是加拿大品牌 来的邦尼炸鸡店 我们跟肯德基麦当劳用的都一模一样啊 都是那个意大利的贝肯巴金公司的那个炸锅呀 炸鸡呀 我们跟肯德基麦当劳一样都是七十七 半鸡法 就是鸡粉 那个炸鸡表面是不用那调料粉吗 都是七下十下再七下 一模一样的呀 对不对 你想想我们连现代的秋裤都发明不了 那天是不是说上海老秋裤了 都是老太太那种大裤裆秋裤 小细腿 我们小时候穿秋裤 得选个大号的 要不然腿进不去 可腿进去之后呢 屁股肚子胯一堆大布头子 然后呢拿那个绳系上 系上之后那一堆布怎么放在外裤里边呢 放不进去就得往上提 基本得系到胸上小孩 就这个东西这么不实用 他二十年才改 直到这个叫保暖裤进来了 就是外国秋裤进来了 他才改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丝毫没有发明创新的能力 丝毫没有 就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不用说导弹了 不是 所谓的这个叫做 叫做叫做 叫什么 三什么来着 钱学生是吧 钱学生他不是个科学家 钱学生不是科学家 上一段说到钱学生不是科学家 是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家具有开拓探索这个能力 他要有新发现 钱学生呢 就是在美国学习的一个大专家 专家可以不发明 专家就搞得实用 他等于知道的比较全 所以他实际上怎么样 也不是发明的 知道吧 也是学来的 秋裤是学来的 导弹是学来的 原子弹是学来 就这种 就是模仿能力 为啥有时候说 形容说这人长上毛以后 比猴都精 就是跟猴的特点相似 模仿能力强 但是没有自己的思维 所以呢 他有时模仿 也模仿错误 所以现在我们所谓启蒙 打击的就是这种 没思维 没思考 没思想 没脑子 没灵魂 说了一对 你又不懂了吧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 他们娱乐 叫Sme Sme 好吗 新乐队 他们提高精神上的乐趣 跟新乐上的乐趣 这个说美国费城有数十个人 在市政厅前下跪 抗议警察的暴力执法 然后有另外这老哥 他说这个是玩的一个游戏 你又不懂了吧 这这一种精神上的他们娱乐 叫Sme Sme 好吗 新乐队 他们提高精神上的乐趣 跟新乐上的乐趣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好吧 你根本不懂 这跟人确没麻关系 知道吗 一个被虐者 一个受虐者 知道吗 这是精神跟乐趣方面的事情 跟这个人权什么 关系都没有 你懂什么呀 你懂 你在国外的人看了多了 这个Sme 这有什么意思 你根本不懂了拿这个 就说明这个没人权了 你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 政治那么缺教 他说的可能是这个 抱歉 抱歉 我干的那个饼干厂 伊犁纳贝斯克那饼干厂 Maria Biscuits 那个Ritz Biscuits 乐枝饼干 富丽饼干 鬼脸嘟嘟 奥利奥 这不都是从美国引进的吗 饼干 都是人家英国还是西班牙的水手发现的 饼干是地名 是Biscuits 彼斯开弯 汉堡包 Hamburger 汉堡 对不对 热狗 三明治 法棍 是吧 妇女带的乳罩 床上铺的床罩 被罩 空调 体温计 连血型都是奥地利的军医发明的 发现的 对吧 你更别说原子弹 大炮 军舰 是吧 战斗机 宇宙飞船 台湾叫太空梭 是吧 中国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微乎其微 而且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啊 这个文明一定要有文字 有文字记载的才2600多年 是吧 你加上之前的一些还算比较可信的 满打满算 也就3500多年 古埃及 古巴比伦 苏梅尔 是吧 都六七千年七八千年 中国的文明是外来的 是吧 本土可能也有一些 但是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是落后的 应该是外来的文明占主导 对吧 这必须得承认 有一句话叫支持而厚勇 你知道自己不行 你才能努力 不是你吹牛你就行